大家好我是吉姆 今天要帶來的評測NEO是之前曾跟大家分享過動手玩的DJI NEO 出道及電報的NEO可以說是微型無人機之中的佼佼者 重量僅135公克 可以拍攝4K30P的影片以及1200萬畫素的靜態照片 NEO支援的掌上操作 APP操作以及RC控制器飛行 操作簡單就算是小班也能夠快速上手 開機後切選掌上模式 在長按2秒就可以讓NEO與掌上起飛 可以進行跟隨劍眼、環繞衝天聚焦以及定向跟隨等6種模式 首先跟隨模式 在起飛後NEO會辨識主人的位置 向前飛進行跟隨 好處是能夠透過視覺避障來閃避障礙物 壞處就是只能夠跟隨主人的背面 那除非你一直持續的倒退走才可以拍到你的正面位置 劍遠、環繞、衝天這幾種模式在過往的機種上也算是常見 它們可以設定飛遠時的距離 還有一鍵就能夠完成專業飛手的流暢運鏡 聚焦模式啟用後NEO會定在原地 以定軸轉向的方式來捕捉主人移動的過程 就像是有攝影師在原地不斷的偏近位一樣 相當的便利 定向跟隨存在於自定義的功能之中 首次使用的時候需要先設定 定向跟隨就是倒著飛來跟隨前進中的主人 好處是就像有攝影師在持續跟拍你 壞處就是NEO因為它沒有量測以及後視覺避漲 所以倒飛的時候的風險很大 飛行前需要再次確認掌握現場的環境狀況 NEO除了可以掌上操作之外 透過DJI FLAT APP 可以最高30公尺以及最遠50公尺的距離來操控 但操控的手感以及飛行距離遠不如RZ遙控器 所以如果你想真正體驗飛行樂趣或是練手感的同學 建議是直接入手DJI NEO的唱飛套裝 不僅可以支援10公里的圖船 還有更可靠的GPS返航AR軌跡 讓你真正體驗NEO的完整功能 透過DJI FLAT APP操控實話可以同步收音 重點是它會自動濾掉夜講的噪音和環境音 僅保留清晰的人聲給你喔 那現在同步使用手機 它內建的DJI FLAT APP收音 還有我現在同步用DJI MAC做收音 那現在NEO就在我的身邊 所以它的夜講的風噪音是蠻大的 NEO從裝備到用DJI RC N3控制器起飛 不需要一分鐘就可以搞定 那我想這也是大家願意嘗鮮入手這款無人機的最主要原因 NEO標配了夜講保護掌 因此就算你沒有成功避障它也不容易炸雞 那對於新手使用來說也更加友善 最後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想看DJI NEO的更完整的介紹與實拍 請賞Mobile 01相機版 我是金姆 下次見啦 掰掰 開場 小 tant 小天 小舣 你 別